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Hong Kong Air Station 香港台神祖新聞報道 各位 今天是9月21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 我是王俊賢 加拿大聯邦大選投票結束 現任總理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已經在眾議院取得足夠議席 再次領導國家 不過未能贏過半數議席 再一次要籌早少數派政府 這次是杜魯多第三次贏出大選 杜魯多回到位於蒙特利爾的自由黨總部 搭謝選民支持 揚言已經準備就緒 繼續帶領加拿大就出疫情 當地傳媒形容 這次大選是杜魯多一場賭博 自由黨要在眾議院338席當中拿到170席才能保住大多數 不過最終也只能奪回大選前的相近議席 未能奪得國會控制強 起碼要和另一個政黨籌組聯合政府 最大在野黨保守黨黨魁奧圖爾承認落敗 已經致電杜魯多祝賀他勝選 保守黨早前明言 就算保守黨今次未能拿大多數議席 只要令杜魯多沒有辦法扭轉小數派政府劣勢已經達成目標 今次大選由全國2700萬個合資格選民投票 選前已經有580萬人投票破紀錄 官方說由於核對需時 星期二開始才點選100萬張邮遞選票 預計要幾天後才有最終點票結果 杜魯多在8月15日宣布提前大選 寄望國民授權他在疫情後繼續帶領國家 承諾會有兒童保障計劃 應對氣候變化和解決住屋短缺問題 美國計劃放寬實施超過一年的預防疫情入境措施 預計11月初開始 容許指定國家旅客完成接種疫苗後 可以入境後無需隔離 航空公司對新措施表現歡迎 美國的入境禁令在去年年初針對中國嚴峻疫情而實施 後來延伸到其他國家 包括英國 部分歐洲國家 中國 、印度等等 非美國公民過去14天曾經遞留那些國家不得入境美國 白宮應對新冠疫情協調專員遵持 星期一公布有關計劃 強調新規定是以個人為基礎 而並非針對不同國家疫情 有關旅客必須完成接種疫苗 新規定下 外國旅客起飛前必須出事完成接種疫苗證明 提供72小時內有效陰性檢測證明 以及提供聯絡資料 入境後無需隔離 不過不適合接種疫苗的小朋友可以獲勵 但新規定並不適用於加拿大和墨西哥 新規則目前還未清楚列明是否只是接受美國批准使用的疫苗 仍然有待美國疾控中心決定 至於旅客如果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或12至18歲只是打一針人士是否符合新規則 英國廣報公司引述白宮消息人士說 目前未有清楚細節 仍然有待敲定 美國首席醫學顧問福奇指出 阿斯利康疫苗應該被佔立 美國公民如果未完成接種疫苗 仍然可以入境美國 不過必須要在起飛前和抵捕後接受檢測 美國忽然轉軚放寬入境禁令 各方表示歡迎 英國手信約漢信認為可以刺激經濟和貿易 而分隔兩地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重聚 德國副總理舒爾茨就說 新措施有助德國和歐洲投資同出口 以及重建跨大西洋聯繫 英國天然氣價格急升 引發的危機擴大 9月份已經有4家能源公司停運 供應英國六成食品級二氧化碳的未知公司CF工業 也宣佈無限期停運兩家英國廠房 英國政府或會介入應對這次危機 英國商業大臣關號亭透露 政府考慮向受天然氣價格飆升打擊的能源公司 提供貸款或補貼二氧化碳生產商以增加供應 據提到完全沒有家庭停電或沒有暖氣問題 也不會有三天功續舟 氣候關注組織Insulate Britain示威者連日在M25高速公路倒路示威 早上8時癱瘓附近交通 警方拘捕23人 而主要降渡在8時半回復正常 星期一也有41人被捕 運輸大臣夏博斯職責示威者不負責任和危險 那個組織一直敦促政府著手處理房屋隔熱問題 並聲稱星期一已經去信內政大臣 不過未獲回覆 又說除非政府願意作出明確承諾才會結束這場示威 還有香港消息 警方國安處昨天拘捕三個賢學施政成員 包括召集人黃日戰 經通宵構查後 三人同被控一項串謀煽動他人實施天覆國家政權罪 今天在西九龍作判法院提堂 三人保釋被拒 案件押後到11月3日再訊 等控方準備轉介文件 期間三人需要還押 黃日戰得息保釋被拒後未有太大反應 更揮手高叫中秋快樂 多個旁定親友在庭外相擁痛哭 大埔廣福道兩死八箱斷命車禍發生近一個月 據《立場新聞》報道 因為腦部出血 曾經情況危態的4歲男孩 目前已經可以暴行一段短距離 正積極接受物理治療 期望兩個月後可以重拾校園生活 男孩爸爸期望下一次好消息可以出院 至於男孩媽媽同樣留意 他正懷孕六個多月 目前情況穩定 不過手部傷勢仍然有待康復 不時會跟兒子說電話 神早新聞到這裡 祝大家中秋節平安快樂 Johnson 你的地產經紀不宜之選 買樓 賣樓 有口碑 港人話 信得過 Johnson 我只是加一條木在廚房裡 用什麼耳朵 交給我 哎呀 大劑了 神經病 不行 就在這裡裝作 結果怎樣呢 可以 不可以 哎呀 你們別爭啦 找港姓裝飾工程 葉師傅就可以了 電話是 647-299-6721 星期好 中秋節快樂 你好 鄭堅基 吃月餅沒有呀 你 我的情不易 我的愛不變 月亮代表我的心 娛樂性豐富嘛 娛樂之上 傳承香港精神 傳承香港